欢迎收看12月3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熊威 13岁少年日前在乘搭电照车时 以刀子打抢司机的视频流传开后 引起社会震惊 证明少年今天被控企图抢劫罪 他在父母陪同下出庭 但他不认罪 获准以2000令吉由一人保外候审 被告早前在延扣一天后 获警方口头保释 他今早在父母陪同下抵达法庭 从驳车厂步入第三推视题 全程紧握父母的手 由于被告未成年 此案没有公开审讯 案件定于明年1月17号过堂 这名初中医生被告 被控在11月17号校6点 在庆龙花园路边企图抢劫李鸿喜 触犯刑事法典第393企图抢劫条文 一旦罪成 可被判监禁最高7年及罚款 时刻清晨上门和华谊小贩交谈 却突然亮刀刺伤对方后 逃至夭夭 索性送院急救后 小贩伤势已稳定 这起伤日事件 是在昨天清晨6点 在以保昆仑喇叭某茶室发生 伤者为该茶室的44岁华裔餐饮业者 警方目前正在追查刑刺者的身份 先捡警报器 再捡摄像头 窃贼周密布局报窃金店 偷走市值50万令吉的金市 此案是在今天清晨约4点 在关丹英迪拉马哥达的某金店被揭发 据了解 今天对面的餐饮业厨师放工回家时 突然看到对面金店的铁闸门被撬开 静止查看后 看到店内一片凌乱 急忙报案是揭发这一宗报窃案 一名丰田威迟司机 华裔撞死54岁华裔摩多骑士后逃走 死者至而通过面子书呼吁目击者 提供更多事发视频和照片 还原车祸经过 以还他的叔叔一个公道 他也希望照护司机能良心发现 自行前往他叔叔的灵堂前回过 这起车祸是在前天下午大约5点半 在甘密山路一家摩多店前发生 死者至而陈咬点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 事发时由于撞击力度太猛烈 导致叔叔胸骨断裂刺穿内脏 失血过多而去世 而当时银色丰田威迟的照护侍主 在撞倒他的叔叔后 就随即离开现场 根据他暂时获得的一些视频画面显示 该辆飞快行驶的轿车 也让路面的积水似箭 接着就看到一名摩多骑士倒下 他呼吁更多目击者能提供车祸相关证据 以还原真相 一身坎坷七连的淡边穿衫甲人张四妹 今早十点在众家眷亲友陪同下 从淡边温虎甘花园杜拜纪念馆出发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为他悲怜又赴传奇的一生 正式画上句号 众亲友们都祈求张四妹往后的日子 天天都是好天成为一名快乐牵士 张四妹是在十一月三十号下午四点二十分 因肺病忽然恶化逝世 得年七十八岁 冰城街场昨天出现几沙丁鱼拥挤的情况 引起旅客不满 留者甚至等了四个小时 还没有靠近底楼入境处 这群旅客当中有百多名从台湾飞来大马的 世界柯菜宗亲会宗亲也因此误了赴宴时间 是迎宾宴上出现十个餐桌空无人 昨天早上十一点半至下午两点四十分之间 有九趟国际航班飞抵冰城机场 但移民局却没有开放所有十二个柜台 而只是开放五个 导致场面拥挤大排长龙 宾州旅游及创意委员会主席黄汉伟对中国报说 增加班次以及落实电子入境卡 而外国访客并没有获得事先通知 也是导致槟城国际机场 昨天出现几沙丁鱼情况的原因 因受困机场而未能赶上 2013年世界柯菜宗亲总会 世界宗亲肯金大会迎宾宴的 百多名台湾柯菜宗四代表 大马新柯菜总会长 及吉波新柯菜宗四会长 今早特向他们鞠躬道歉 本报今天也到槟城机场采访 发现情况已有所改善 所有入境者都很顺利及快速入境 大概在十分钟就顺利办理好手续 另一边乡 中国本月一号起对大马 德国法国等欧洲五国 实施单方面免签的第一天 马来西亚籍入境人数为当中的最多 共有1113人次 当天这五国人士 共有2029人次透过免签入境中国 较前一天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十四 刚马晚国习补选昨天尘埃落定 尽管整体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点七十六 但伊斯兰党却冲破了所定下的三万张多数票的目标 轻松碾压对手 还刷新了在低投票率之下 却得票计增超过万张的记录 代表国盟上阵的一党登州大臣 拿多斯里阿末沈苏里 以狂风扫落叶之势 以六万四千九百九十八张选票 打败得票两万七千七百七十八张的 国阵巫统候选人丹斯里拉热阿凡迪 多数票为三万七千两百二十张 远超国盟预定三万多数票的目标 据各投票箱开票结果 选票流向包括非伊党强区 也明显倾向伊党 造就了伊党这次的惊喜 据评论分析 这次登州的绿化更为扩大 不仅仅是伊党用对了人 还可能包含了人民对现流政府的不满情绪 昨晚随着阿末沈苏里上选后 许多支持者走上街头欢呼鸣笛庆贺 阿末沈苏里也不断向群众挥手道歇 五国网红大卫王阿末沙卡 今天到老物挑战一口气 吃十五碗布济面的干捞面 当他在短短半小时内完成任务后 竟笑称只有五分宝 让围观者惊叹不已 大卫王前往老物主要是参与 榴莲城美食节的宣传活动 但在得知布济面已有八十年历史后 便决定选择在此挑战一口气 吃下十五碗面 引来众人围观即为他加油打气 劳务布济面当是家喻户晓的老字后 面的份量可说是一碗两人份 即使胃口大的时刻 最多只能吃两碗 但大卫王在半小时内 吃完十五碗干捞面的功力 让人大开眼界 为访孝父亲28年前的迎亲方式 怀疑男子昨天出动马车迎去交期 沿途引人注目 27岁的新郎刘宏迪 从关丹花园住家出发 乘坐马车到三公里外 关丹阿罗阿卡的新娘 温德新家迎亲 随行的复古装扮的兄弟团 令整个迎亲阵营好大 十分夺目 沿途也吸引小镇里的许多路人 招手献上祝福 菲律宾南部绵兰老岛周六晚发生7.6级地震 菲律宾民众直升室内 恍如地动天摇 尖叫急逃 截至目前已导致一死二伤 当局还一度发布海啸预警 并警告可能发生毁灭性的海啸 索性海啸预警在约三个小时后解除 地震发生后也随之引起了超过500起余震 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37分 发生在苏利高省海纳图湾东北方 约21公里处 阵源深度为32.8公里 流传的视频可见地震发生时的慌乱景象 有的吊窗逃生 有的抱头自保 建筑物天花板也迅速坍塌 较早前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预计 海啸波浪将冲击菲律宾南部 印尼 帕劳和马来西亚部分地区 不过海啸威胁 已被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周日凌晨解除 同样在菲律宾南部南拉脑省马拉维市的 棉兰老国立大学体育馆周日早上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3人死亡 9人受伤 事发时体育馆内正在进行天主教弥撒 随后该校也宣布停课 当局正在调查这起爆炸事件 已是亲极端组织伊塞兰国的武装分子暴富 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及捷克部分地区持续降下大雪 其中德国巴伐利亚周首府慕尼黑冰封一片 陆空交通大受影响 航班和长途火车全天取消 圣诞市即关闭 滑雪达车也无法运行 另外由于夜间气温骤降至冰点以下为3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英国各地随之发布了冰雪警报 法国首都巴黎地标爱菲尔铁塔附近的格勒内勒码头 周六发生街头随机袭击事件 嫌犯持刀袭击了一对游客夫妇 导致一名德国公民死亡 他也在被警察追赶期间 用锤子袭击并致伤另外两人 警方已逮捕这一名26岁法国寄进穆斯林的嫌犯 韩国政府与执政党规划在年底前 通过禁止食用狗肉的特别法案 相关业者连日集会扬言若法案过关 将在总统办公室所在的首尔市中心 放出200万只狗以示抗议 考量相关业者生计 法案预定给予三年缓冲期辅助业者转型 不过业者并不买账 控诉政府为狗权践踏人权 南美洲国家巴拉贵周六 又在距离首都亚松森180公里处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件 造成国会议员哈姆斯和他的团队共四人死亡 据了解飞机在起飞时撞到树木 旋即坠落地面并起火 事发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美尼的11月至隔年的2月是观赏北极光的最佳时期 人类最北定居点心闹乐松 这段时间可看见辉煌桂丽 璀璨绚烂的北极光在天空中移动 令人惊叹不已 新闻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透过镜头去追光吧 我是琼威 再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